我们要加个斜线 到写JS里面 路由的时候 一定要前面加一个斜线 不管是一个 继续 差而忘了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我们在写这个路由的时候 一定要前面加一个斜线 不管是一个user.js 还是这个blog.js里面 你看这个list 这种 前面要加个斜线 不加斜线 它就不是一个正规的路由 所以说 这个send test 我们要加个斜线 重新保存 然后到空中台看一下 好 重启 重启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尝试的去访问一下 就是这个 apiuser.js session.test 好 访问 访问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网络 它返回的是个1 是吧 就是第一次 然后再刷新 它肯定就是返回的是2 再刷新 它返回的就是个3 再刷新 返回的就是个4 是吧 就是当前用户的一个状态损储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为了测试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Cypher Cypher是另外一个浏览器 对吧 那Cypher对于Chrome来说 它就是另外一个浏览器 所以说 我们的系统后台 会认为 这个Chrome是一个用户 然后那个Cypher呢 是另外一个用户 然后我们访问一下 好 它返回的是一个 依然是个1 是吧 然后再刷新 反过它是个2 好 就这个用户当前是 ViewNumber是2 然后我们看一下Chrome里面 这个当前是个4 是吧 我们再刷新 它就是个5 然后再刷新 它是个6 对吧 然后我们返回Cypher里面 我们再刷新 它是个3 好 我们也关掉Cypher 然后就是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我们这个Session 真的是有效了 针对不同的访问用户呢 我们就进入不同的信息 这个是有效了 所以说这个SessionTest 这个使命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它注视掉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 去继续讲一下 这个登录该怎么办 现在只是一个Session 基本的演示 登录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关掉App.js 然后打开这个路由 什么user.js 首先我们要把登录 给实现了 对吧 登录实现了呢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之前写的这个登录代码中去 把这个登录的路由拷贝过来 把这块给这些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我们改不改吧 应该就可以了 这现在删掉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从requested body里面去获取 UterNamePassword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把这个没有删掉 因为登录是一个post的结果 post的结果传递的项目 都是requested body里面去获取 然后再往下 login这个 login这个函数没有 login函数没有 我们从这儿拷贝 login函数应该是从controller里面去获取的 controller我们刚才已经拷贝过来了 所以说把login函数给它拷贝过来 就有了 再往下 login函数执行user name和password的实验证登录 这个结果是个promise 然后.zen data data.username等于什么 如果有data.username的话 然后我们去设置session 然后request.session.username 等于data.username 然后real name等于data.username 然后同步到redis 这个就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实验session的时候 这个session和redis是分开的 或者说session只是从redis里面读了一遍数据 但是我们如果是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express session的话 就是我们对session的操作就会直接同步到redis里面去 没有必要我们再去重新写一遍 而且我们当前没有连redis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同步到redis我们删掉了 删掉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加回来了 我们不会再加回来的原因是 我们即便是我们加了redis之后 就在这个环境下 加了redis之后 我们在执行这一步之后 它也会同步到redis里面去 没必要我们自己再重新同步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删掉 然后再往下successmodel 从这儿可以直接拷贝过来 好successmodel拷贝过来之后 这儿也不能直接去return了 对吧 就是直接response.json 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包括这个return new error model 也是直接response response.json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这儿我们应该还加个return 就是如果是登录成功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 返回成功信息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return了 就不再执行这个 后面这些了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登录了 对吧 测试登录 我们这个地方还需要去用了 session test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再去 减完注释之后 或者说我们不减注释 我们再重新加一个 叫router.get 我们改名叫login test login test login test 我们就直接去测试登录就好了 对吧 然后测试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通过这个request.session.username 来测试就行了 因为我们在登录完之后 设置session的时候 正好去设置的 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去测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response.json response.json 一个json 比如说error number等于0 然后message等于测试成功 然后return 这是登录成功的情况下 如果登录不成功呢 就response.json error number等于-1 然后message等于测试失败 不能叫测试失败 叫微登录吧 微登录 改正写错了 这个呢叫已登录 OK保存一下 我们开控制台 控台 报了一个错 我们看一下 报错 一下就看出来 这个地方 不能写点号 应该写一个凳号 对吧 好 再保存看控台 OK重写成功 没有报错 这个时候我们要测试 我们要测试的话 肯定要结合浏览器去测试 是吧 结合浏览器测试 然后我们就需要启动Enix 然后启动网易的一个服务 我们这就启动一下 Enix 我们应该是之前就启动过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直接去定位到 网页的目录下 我们加测试一下 这里面呢就我们一些网页 对吧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ATP Server 当然我们这个AVM要切换一下 AVM要切换到8.12.0 我切换到8.12.0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要运行ATP Server 对吧 我ATP Server 我当时装的就是装到这个8.12.0下面的 就是其他版本下 我没有装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切换到8.12.0 然后把HP Server-P8001给它运行起来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HP Server这功能 直接去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好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Express Blog Express的这个 Modin的端口呢 不能再叫3000了 而是叫8000 为什么叫8000呢 因为我们NX之前记得吧 NX怎么是配置的 后段是8000 前段是8101 是吧 所以我们保存一下 关掉 OK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好 这样的话我们试一下 前段应该就是我们的端口 应该改成8000了 8000这里面API Blog List 好 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直接去 反问NX的这个端口 就是8080 我这是8080 你可以写自己的端口 对吧 我们访问一下 好 访问一下这个手线就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要测试一下登录 对吧 我们测试一下登录 测试一下登录 然后就要去登录页 好 登录了之后 我们输入一个登录失败的情况吧 章三密码 比如说密码是1 登录失败 对吧 登录失败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 我们这个地方 进行中 对吧 然后我们再设一个登录成功的情况 密码123 进行登录 好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之后 它直接跑到这个后代管理了 对吧 我们先不要管仗 我们先不要管仗 然后我们先去测试一下 这个 API User Login Test 好 它返回的信息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好 它返回的信息是已登录 对吧 已登录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拷贝这个 然后去打开Cypher义软器 我们看一下 好 显示的是未登录 对吧 未登录 就说明 我们没有登录的时候 直接去访问LoginTest 它肯定是显示未登录 然后我们登录完之后 再去访问的话 它就显示已登录 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 登录验证的这个逻辑 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说 这个LoginTest 现在也就完成它的使命了 我们这样也可以把它注视掉 OK 那登录都已经搞定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搞一下Redis的事情了 就是可以搞一下Redis的事情了 我们说过 Session 就是往Session里面存一些登录信息 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介绍过 之前讲登录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要把一些信息 放在Redis里面去 然后我们怎么看 怎么要把它放在Redis里面去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讲Redis还挺麻烦的 然后我们先关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用工具讲究非常简单了 就只需要NPM install 当然Redis的安装对吧 然后再安装一个叫ConnectRedis一个差点 然后同理淘宝景象拷一下 OK安装 稍微等一会儿安装的很快 好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DB文件夹下面 DB下面有个MySQL.js对吧 我们要创建一个叫Redis.js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在这里面写一个 其实我们也不用写 我们转到之前的拷贝过来吧 Redis.js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Redis一个Client 拷贝 关闭 在那粘贴 这个代码我们之前写过啊 就是我们引入Redis 然后当然这个CFG我们现在也有了 应该是CFGDB.js在这里面应该也有 就是这个Redis的CFG也有了 然后创建一个RedisClient 最后我们导出 需要导出啊 导出给别人用对吧 XFGDB.js复制成RedisClient 好这个就写完了啊 写完之后我们关闭 然后我们下一步需要打开这个App.js 我哪写的肯定是往这个Session这个地方写是吧 当然我们首先写的时候写之前我们肯定是要先引用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刚安装了一个Connect的Redis吗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引用一下怎么引用呢 就是我们定义一个叫RedisStop然后复制成Require RequireConnectRedis ConnectRedis是我们刚才安装的 然后Require完这个之后它是个函数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执行 执行函数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Session给它放进去 就是刚才引用的这个Session给它放进去 然后就生成了这个RedisStop 好然后怎么用呢 我们就在Session这个前面 我们先要把刚刚定义的这个RedisClient给它引用过来 我们定义完了还没有用呢 对吧 dbRedis 这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RedisClient 对吧 我们还没有开始用 所以我们就引用过来 好引用过来怎么用呢 引用过来 然后我们再去定一个Redis 定一个叫SessionStop的一个变量 然后NewRedisStore RedisStore是我们这个地方返回的对吧 然后NewRedisStore 然后里面要传入一个配置就叫Client Client这个配置呢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RedisClient给它放上去就行了 好到这一步我们先梳理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定义一个RedisClient的连接对象 然后把它返回对吧 我们在这就把这个RedisClient回到了 然后我们再去New一个RedisStore RedisStore呢是在这个地方去 使用这个ConnectRedis 然后传入一个Session 去执行获取的一个过程函数 然后在这呢我们去New一下 New的时候呢里面放了一个配置 就是RedisClient Redis的客户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Session 存储到Redis了 就是Store 这个地方我们写了Secret 然后写了Cookie 对吧 我们还可以写一个Store Store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RedisStore 好保存一下 到这儿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就是我们的Session要存在Redis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刚才是配置Session的时候 就是没有和Redis做什么关联 然后我们配置完 有了Redis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Redis 直接去放在Session中 一个Session的一个Page中 作为一个Store 就作为一个存储来用了 就之前没有Store 之前没有Store 就说明Redis 这个Session直接存到 我们的内随中了 对吧 现在有了Store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Session 我们这个Session 会存到这个Redis里面去 好 我们保存完 看下控制台 有没有 我们先跑一下来吧 OK OK 爬起来之后没有报错 我们先跑一下 我们先跑一下 我们先跑一下